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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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是张独的后援团 所以我们来举证你 我们今天要证明的观点很特别 说实话 今天知道严丹成来做客最佳现场很忐忑 因为走访了严丹成身边很多亲朋好友 发现大家对他的评论是没有评论 所以今天我方就要举证严丹成实际上是一个没有特点的人 我觉得挺可悲的 没有特点也是特点 好吗 但是我刚刚看见张独在那里默默点头 但张独你这边的词也没有什么特别好 张独就是他是一个特别深沉 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把什么东西都藏得特别深 总的来说就是一个有自闭嫌疑的人 两位就默认了是吗 我有自闭嫌疑 还是我 我已经存在了 我跟你说 我们拍戏的时候 我们俩都很少聊天了 对 因为二位是拍摄电视剧《闪婚》所合作的 对不对 所以在剧中你们俩的人物关系是 我们俩是在那个登记处的时候 然后就被难搞的丈母娘给 被你妈什么难搞的 对对对 你的丈母娘我妈 然后被生生的给开散了 有结婚证 但是结婚证只盖了一个章 另外那本没盖上章 但是这个就让我拿回留一个纪念了 但是没有结婚 法律上没有承认 但是还互相生了一个小孩 那如果说两个人演情侣的话 应该是很熟才对 两个人演情侣的戏 其实就那么一场 很甜蜜的真的 然后就争吵了对吧 对 行 那既然两个人这么不了解的话 下面要请出的这个人 会让你们俩的气氛 瞬间变得很欢腾 很愉悦 好 下面有请基本先生 对两位进行基本调查 你保证吗 小宝 先请袁丹臣作答 好恐怖哦 好恐怖哦 真的还是假的 你怎么知道的 对啊 小棉花是什么 你在最胖的巅峰时刻 体重达到了150斤 对吗 没有 谁说的 是公银 你领自己人生中第一个表演奖滑标奖的时候只穿了一件十块钱的T恤 可由此事 是的 你是不是从来不买不打折的东西 没错 我 严丹臣基本调查完毕 下面请张夺作答 你大学里最爱表演的角色是一只东北蚊子 是吗 是表演期中的一个角色 蛮好 你曾经因出演情深深与萌萌 扬言林心如苏友鹏 演得都不如你好 是吗 没有扬言 当时说的是个事实 好的 我有事先进一步 你们继续聊 拜拜 我都会好奇 那件实物人的T恤它到底好在哪儿啊 不是好在哪儿 那时候也不知道穿什么衣服 所以我还 因为我那时候穿的是一个 怎么说呢 就是一个背带裙 然后里面的T恤是10块钱 外面那个裙子是我花季雨季的那个道具的裙子 那学生的时候也确实是没有钱 我们同学之间的衣服都是大家都会换着穿的 好 下面有请桑丹对张夺进行第一轮的举证 其实刚才呢我们主要是希望通过我以下的一些举证 主要是来自于你在拍戏的过程当中和别人的交流和交往的这种过程当中的一些表现 来判断你是一个对自己有一些封闭 我们就称之为自闭这样的一个性格的特点 但是后来呢来了一个人就是松松 然后你们两个在一起就觉得整个人的状态不一样了 你变得好像更乐观更开朗了 我本来就挺乐观看了 那为什么不愿意和其他人交流呢 我觉得很奇怪啊 就是难道说就只有跟自己爱人在一起的时候才能够激发自己吗 跟别人在一起就没什么兴趣 没那么严重 我也挺愿意跟别人在一块交流 但是我没有主动说话的那个欲望 去跟别人一定要谈什么事情聊什么事情 我没有这个欲望 慢热性的 但是这有两种可能性 有时候也会 一种可能性就是你自己也不愿意去主动地和别人搭讪 那另外还有个可能性就是别人压根也没想和你搭讪 没可能 有可能 那你觉得为什么大家否不愿意去主动和你搭讪 我自逼吗 这样回答我们真的很难为他 好 我们继续来看第二个举证人 他叫刘天佐 这个人很熟吗 OK 因为天佐虽然交往的时间不长 但是属于算是交浅延伸的一种朋友 我觉得跟天佐在一块接触还是男人之间有一点默契的内容 好 那我们看他说了什么 有座银张夺羞涩爱经过现场讲述 松松姐来了带着东西了 张夺在后边跟着 美 心里也美 那我要准备玫瑰花 然后约到好的一个环境的饭店 跟松松讲说我们可不可以在一起啊 莫菲首轮开门红 言单诚被迫秀武技 你的这个个性首先就体现在 你会吃哑巴亏 非得逼你跳一个 有 跳 我记得没错的话 应该是去年的9月份 我们以族的奋斗在市场的时候 我们俩第一次见面 只要拍戏 拍戏 一喊停 说换场 我们其他演员在玩手机啊 然后看剧本啊 聊天啊 干什么都有 那个张夺老师 因为我 特别淡定 有一次在现场 因为他老拿着一个水杯 他这水杯特漂亮 水杯上面全是大美女的照片 我拿水杯我就 我躲 我这杯子是你的 我看一眼 这女孩挺漂亮的 这是谁啊 这是 她也不知道 她也不知道 她也不知道啊 我说女孩 哎 你看像明星 想不起来了 挺漂亮 挺漂亮 永远就这一个字 她也不多说 后来我才知道 那是她的太太 我就是想问一下 就是你说请我喝酒 我这事儿什么时候握食啊 对 那就是 所有啊 那当时其实你这个杯子上的 全部都是您的爱人 陈松林的照片 有他照片也有我照片 因为天左这人 他这个对女孩子感兴趣一点 只看到他女孩照片了 你这样的男生呢 对老婆应该是非常好的 会非常的专一 除了老婆之外 哎 从来就不跟其他任何的女性来往了 自己对自己老婆好好好 不得别忘了 哎 那我八卦一下 你们俩怎么来电的呀 是某一个什么样的瞬间 不过那可能也有 对吧 时间一下推到好几年前 哈哈哈哈 我们在一起拍戏 然后呢 3月 3月30号开机 开戏 开戏 整个戏大概荡期是 65天 前 60天没情况 非常正常 后来 后来有一个机会 大家应该是也是 一起去唱歌 我还是有标记的 活动 活动我还是去的 并不是不去啊 唱歌就去了 哎呀 在一块 应该是唱歌 唱完歌聊了一下 觉得蛮好 然后约吃饭 吃饭 那我要 我觉得该做的是 这个事情 我要跟松松讲 说 我们可不可以在一起啊 然后交往啊 可以结婚啊 这件事情 那我要准备玫瑰花 然后我买玫瑰花 然后约到好的一个 环境的饭店 我不会觉得特别 我就觉得这些 是该做的事 就这么做 也不会认为 这就是一个 特别精心的设计 而认为是一个 水道鞠成 顺其自然的事情 就是普通人怎么恋爱 他也是怎么恋爱的 对吧 我确实没错吧 OK 我觉得可能陈松霖 会跟所有人都不一样 在他眼中 就是一个特别的人 然后那个人呢 能够感受到他的浪漫 感受到他的用心 感受到他 作为一个男人的细腻 但是对于其他人来讲 包括今天 我在这里的感受 我觉得都是 这种人 就很难想要去和你 有做进一步交流的欲望 虽然说之前 我还在微博当中 想去关注你 但是我想今天第一件事就是 发起来关注吧 谢谢桑丹 桑丹在里面 好 我们下面有请 摩托飞队延南城 进行第一轮的举断 他不是我反方的 对 我不会发脾气 桑丹你好 我当然不会发脾气 因为我们这边单程是一个特别没有脾气的人 接下来我们这一方就要用这一步的证明 一步步的证明你其实真的是一个没什么脾气 也没什么性格的人 没没没 必知道我也有脾气 对 是吧 那我逼逼看 好 其实我觉得你的这个个性首先就体会体现在你会吃亚发亏 在2010年10月17日 你的微博就记载了一段 当时好像是拍山里红 对对对 然后遇见了一个险情 好像是挺惨烈的 对 那个演员我们以前有合作过 然后呢这个戏里头呢 他演一个土匪 然后就把我绑过去了 然后是要拿鞭子抽我 但是呢就是怎么讲呢 就是人用手跟那个马鞭 然后他抓着马鞭 这个中间可能是有一个距离的那么一个估算的 可能他当时那个估算错误 他把那个马鞭的那个位置给估算错了 所以那一马鞭就正好抽到我这边脸上 抽到脸上 对对对 就是这个颧骨这一块 现在还好没留什么 我没有当时的照片 你看一下 对挺恐怖的 这就不是做的效果 是当时确实是打成这样了 然后立马就肿了 而且那个马鞭你知道吗 它那个上面有很多毛刺的东西 所以那个毛刺的东西就 就是就就弄到皮肤里头去了 然后后来就是 因为这场戏你不可能不拍完呀 就拍完这场戏 导演就马上要回去 因为要把那个妆卸掉 然后再上药 怕那个有那个色素沉淀之后 就没准会破相 对啊 至少跟打你的那个男演员发下标吧 我觉得他其实心里头挺难受的 我觉得他肯定会那种特别内疚 然后大家都在说他 然后你再去说他 我觉得这样不合适 刚刚也说了就是 一急了也是发脾气是吧 兔子鸡的都咬人呢 那我有的时候也是那个咬人的兔子 对 在你身上一直逼你 你不愿意做的事情老是让你做 你会发脾气吗 也会对 然后呢听说吧 你小时候学过新疆舞 他挺好的 但是谁说我跳得好啊 一般啊真的 他就他就非得逼就逼你跳一个 你跳吗 跳 跳 哈哈哈 不跳就火一个 不跳就飙一个 那你还是跳吧 哈哈哈 哈哈哈 来来来来跳一个 你教我两段 这个学学啊 啊 跳得不好啊 你给大家做包含 你滴眉毛细又长 红山的树梢里万人 你滴眉毛细又长 好像那树梢里万人的心 哇 好棒 谢谢 没有没有没有 其实这个新疆舞吧 我还有一个故事 就因为我小时候 我不会那个动脖子 然后后来是被老师 把我拿门给挤着 怎么把怎么挤 因为那个怎么挤 因为对对 因为你不会扭脖子的时候 你会肩跟着就就这么晃 你知道吧 然后你就你就肩会动 然后他拿那个门夹着你的肩 你的肩动不了 然后说你慢慢的 然后就开始 哎 一下一下 我就会扭脖子 你看张夺 你看张夺 就很明显不会动脖子 对 那他没被门挤过 谁说我不会 谁说我不会 你新疆动作 你肩膀别动动脖子呗 他在动 肩膀别动动脖子 对 新疆舞不会吗 对啊你看见没有 他那个肩 不自觉地跟着动 对 但是翻过来倒过去地说 还是觉得 呃 单程真的是一个 还没什么脾气 也 呃 没什么 自闭症 不见在康复中的人 好吧 我觉得张夺 好一点 总觉得非常好 就是自闭症 正在康复当中 好的我的举置完毕 谢谢大家 谢谢莫菲 好下面有请张洋 对张夺进行第二轮的指针 你好 你不害怕吧 呃 你忐忑吗 特别忐忑啊 但我不能唱忐忑 就是呃 就是呃 我里面的材料啊 就是和桑丹不一样 他会列举你在剧组里面的一些故事 而我的故事 和你的生活习惯有关 张夺离奇生活习惯 吓傻旁人 举政团集嘉宾频频频惊呼 哇 好棒 因为他们 四点半起来 对 然后拿枕头砸他们 对 好恐怖吧我觉得 哈哈哈 我这里看到你好像喜欢的运动 和别人也不一样 就是基本上好像好多人喜欢足球 篮球或者是羽毛球 基本上是对抗的这种运动 但是你好像喜欢那种偏一个人的 对 对 有吗 呃 呃 我有打过 呃 你说的这个呢 羽毛球我也打过 我也喜欢 然后篮球我也喜欢 足球我是喜欢看 我自己踢不了 那两个我也可以做 然后像台球呢 我是可以自己打 我自己 我没有对手 我也可以自己打 啊 然后 嗯 就是有一些自己 必球的话我自己可以打 然后松松可以打 我们俩以前去打 然后现在他不打 你像特别难约到人和你一块玩 所以就老是自己玩吗 呃 有时候不好约人 确实 赵阳 赵阳 其实在他的世界当中就有两个人 一个是他自己 哈哈哈 我要告诉袁丹成就是 他读书的时候啊 嗯 他最早 四点半起车 哦 四点半起车 对 就是他基本上是一个标准的用功的好学生 哇 天哪 你可以理解吗 就是同样是 就是学表演的 去练书是吧 四点半 我是觉得四点半呢 确实有点早 但是我觉得 因为我忘记我几点起 但是我真的知道我是起得早 这种状态持续了多久 嗯 应该 有三年吧 能够简单的告诉我这样一个外行 就是 基本上练什么 你在操场里呢 你可以说说台词 然后呢可以跑跑步 然后有时候早上你起来可以压一腿 反正是各种各样的 当时我们因为我们那个台词老师是非常好的老师 叫赵冰老师 他告诉我们很多方法 就是人早上起来呢 大概五脸多钟呢 你用这个舌头去擦牙 舌擦牙嘛 正在里面要绕一圈 然后顺时针绕三圈 然后逆时针绕三圈 然后你在内侧擦完之后呢 擦外侧三圈 然后反压三圈 就不用擦牙了 这个是 哦 ok 这个时候呢 你的舌头呢 根部就已经 因为我们做演员或做主持人 放松 放松 然后它呢 会产生一种东西 这个是对人体非常好的 有帮助 你会咽下去吗 这是一个方向 还有一个就是 当时我们是要打开喉咙 打开喉咙呢 要看你的嘴能够张到多大 一开始呢 是放两个手指 四指 然后四指 最后你要放一个拳头 啊 阿放 以前是可以 以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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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把整个拳阿放里面 因为你知道 像李古一老师 整个打开了 像彭丽媛这些唱歌 他们唱歌所有人 唱美声啊 这些名歌的 你知道 都要有这个训练的 要把你的口箱全部打开 你都放进去 用链枪才大一点 但练多了就脖子 你会掉下来吧 你没办法没有人练得掉下来 你练练对就是台词会非常非常有帮助 你整个唇齿牙舌的那个灵敏度都非常非常高 对 然后平时在说话来来来来来 这是一个活动 因为张总你读的那个院校啊 就是有个特点 好像男生都特别喜欢注重自己的身材 但你在乎的 大家真的要投诉你的地步了 你睡的那个地方 你会在半夜的时候 突然做起了仰我起座 就是 好恐怖吧 我觉得 但是 你宿舍的人会不会吓死的 你别想一下 突然就这样 我不是 仰我起座不是伸手的 你抱疼 你手放后面起的 但是 但是学生睡的那种床啊 如果坐仰我起座的话 其实动静其实挺大的 大概一个我们形容一下 他们有点血液 实际不是半夜 我不可能等别人睡着的时候再去坐 是 反正有的时候是我已经上床了 然后我就坐 然后呢 大家准备睡觉 有的在床上 大家都没睡嘛 都没睡我就先坐坐了 那有的那个床就会嘎吱嘎吱 但是当时你没有意识到 大家想象一下 各位 要休息的时候 突然旁边有个人 咯吱咯吱的 在这里 然后拿枕头砸它吗 就是有人真的就和你对抗啊 比如说你做仰我起座 我就是其他的 我不会觉得 这是后来呢 因为大家毕业了嘛 讲啊 人家好好地有意思啊 你会觉得有点影响别人 那当时上学的时候 我没有成心去影响别人 等于这事儿 毕业之后 然后你这就成段子了 对吧 哎 他们还有还有人说 你在床上做那个鲤鱼打铁是吗 哈哈 那个太猛了 那一座我跟你说 那个属于 那个属于动作片范畴 有过有过 有一次 只有一次 那你们那床是哪儿出的呀 木板床 因为我发现那个木板 太好了 因为发现那木板床 你是没有办法 一下封起来的 对啊 下一个人叫王阳 是谁 我的好朋友 也是 他说了一个2002年2月8日的事情 那个时候你记得吗 2002年毕业的时候呢 大家又开始找工作 就想找一个工作 不知道什么时候 该去找哪儿 当时想呢 就是你能有一个 单位结收 对工作单位 工作单位 然后呢当时就是去 因为北京人艺那一年 是到上海续艺学院 就第一次的去上海续艺学院 招演员 说你可以到北京人艺了 北京人艺对于话剧事业来讲 是最高的一个殿堂 对 大家一块儿 然后后来 当时的想法是 要把整个的这个人生 艺术生命 是献给话剧艺术事业的 那就是这个想法 就一心想演话剧 其实你心中已经有胜算了 因为你之前就是 又拿了奖学金 然后学习也不错 觉得考上是 没有胜算 真的 真的会不知道是 会要是 所以当知道自己没有考上 嗯 会有些打击 可以看成现在想是打击 但当时 就大家可能形容是一个打击 但我会觉得很伤很不舒 很伤心 真的很伤心 但王阳说好像你那个寒假就是过得特别的 就是不说话 很压抑 我知道我可能到不了这个单位 那么我可以 但是这件事情我记得我很伤心 确实很伤心 所以我后来就去看戏 最后毕业的时候 你选择在上戏留校做了一段时间的老师 是不是暂时对做演员有一点点放弃 当时对于留校来讲 我真的不知道一定是要留校 因为我是要找一个艺术团体去演话剧 然后可能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没有要我 那么我就想去其他的剧院去考试了去要我了 然后呢当时可是我考完北京人艺的那个阶段之后 其他的剧院已经招生了已经结束了 但学校那时候在我去之前 学校就已经招谈话了 学校非常支持说你要是愿意去北京人艺呢 你就去北京人艺 你要是北京人艺没有录取你的话 那学校也愿意让你留校做老师 我个人的经验就是上一次和包括这次采访刚多 就是太太讲自己的事情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不带情绪的 但是我可以看得出你有你的小宇宙 但是你的小宇宙爆发只有你和你身边的人能够看得到 所以你以后如果想这么继续走没问题 我祝福你 只要你自己认为开心快乐就好了 谢谢你 OK 谢谢 谢谢赵阳 在明天的节目中 乖乖女变身娘子汉 那一溜大概有四五家人被偷了 那个脚就上来了 在椅子上 就坐着很山带王的姿势 他就一回头 然后都恶恶狠地看着我 你别叫 明天的节目中 论阵继续